老干爹击败 EDGM AG不要的九凡被张脚当成宝 换人是他做的最明智的决定 能够感觉到老干爹换这个人 换的效果很好 这两局的老干爹打得明显跟前面不一样 反观 EDGM输给了小洛跟小仔 AG出去的选手就靠一安撑场面 其他人都可能要去B组 伴随着老干爹 有惊无险赢下 EDGM 他们以三胜两负的成绩锁定A组 这样一来 九尾回归首发 带队回巅峰的难度就小了 而这场比赛EDGM输给了小洛跟小仔 第二局明明有巨大的优势 却被小洛的夏洛特操作了一波 然后就被推掉了水晶 如果这一局没被翻盘的话 EDGM其实是有机会凌风 老干爹进A组的 那么AG出去的选手就靠一安撑场面了 云黎跟极光还不能确定去A组 出城跟效应也一样 他们拿到的成绩都不如一安的五连胜 这个位置要被包圆了 大哥 效应 上飞 还不喷 真的是后盘 熬引 焦大 海月先关一个老虎被秒掉 然后守这个被关的人 老干爹没有人能救 季小满 出来踢一脚 沙洛特 卧槽小洛 他以战神无异 出来之后一个大招加气雄光芒劍 你他妈包我 我脑子给你干碎 这波这个沙洛特出来 是真的有点离谱了 这个有点夸张了 你包我 你站在一起 是吧 然后第五局老干爹打了一波完美团 小崽刚无脑开团的时候 格迷尼还觉得他们在犯傻 没想到却是非常完美 直接不给EDGM任何机会 一波团就推掉了水晶 很明显能看出 小崽能力比九藩强 这位AG不要的选手 被张脚当成宝 如今应该是很难有机会重回首发了 总的来说老干爹第二轮会让九尾回首发 好坏目前还未知 只知道电子经济结果论 拿到成绩就是久违好 拿不到他肯定是要被喷的 就像尼路 无谓跟Fly 他们所在的队伍输了 这几个人必背波 至于AG出去的选手 虽然大部分没有成绩 但是发挥还是不错的 比如云迪 然后像出城这种自费回到KPL打比赛的选手 值得所有人尊重 大家觉得呢